约翰福音第一章九节到十三节 好 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同声颂读一杯 其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 世界却不认识他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 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 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 不是从情欲生的 也不是从仁义生的 乃是从上帝生的 阿们 我们低头一起来祷告 慈悲天父恳求你恩待灵敏 早晨的时间带领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的警醒 在你面前礼拜 寻求你的面 愿主你借着你的话来光照我们 苏醒我们 兼顾我们 使我们明白 使我们能够领悟 晓得你所赐过我们的恩典 愿主带领我们 让我们认识恩典 经历恩典 也为着这样的恩典而感恩 过一个真正与蒙昭的恩相称的生活 求主怜悯我们 救我们脱离肤浅的信仰 带领我们进入到水深之处 带领我们进入到信仰的真正的精髓和深处 让我们因着认识 明白你这样的莫达的恩典 让我们一生也过真正感恩的生活 求主祝福与我们同在 同心和也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道与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这道不仅是太初的道 是神圣的三位一体第二位格 而且他是万物的创造者 万物接着他所造的 万有没有一样不接着他造的 不但如此 我们看到这位道成了肉身 取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 将看不见的副相我们写明出来 因此在他里面 我们说道成肉身的意义里面 谈到了第一个层面 就是启示的意义 他来带给我们真理 因此我们得以明白真理 认识真理 当然他带来真理 他是最伟大的先知 他最伟大的教师 他是启示的高峰 曾经在肉身 曾经在道成肉身之前 在旧约当中 上帝曾经向众先知列祖 多次多方小于自己 这也是旧约当中 道成肉身之前 基督在借着他的灵 在旧约里面启示的工作 而且我们也谈到了 神的重要的一个 我们也谈到了一个重要的 上帝自我启示的方式 就是旧约当中 神曾向列祖显现 神的显现 然而我们看到 这样的神 犹太人仍然 很多人仍然不认识他 但是道成肉身之后 将那个原本是灵 超越我们感官 所能够认知的那位神 借着肉身 借着圣子道成肉身 将看不见的父 向我们显明了出来 唯有父怀中的独生子 借着道成肉身 向我们显明了出来 所以我们看到 菲利也说 求主将父显给我看 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死而无憾了 但是耶稣却责备他 说看见我就是看父了 不是凭我自己说 不是凭我自己做 乃是在我里面的父 说自己要说的 做自己所要做的 这里面耶稣基督 并非否定他自己的位格 而是说在三因上帝 救赎和启示的 这样的计划的里面 死来了 是要将父显明给众人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了 这个启示的层面 道成肉身 带给我们真理 道成肉身 将看不见的父 将神显明出来 然而 还有一个事实 我们不容忽略的 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本文 它是真光 世界也是借着它造的 然而 世界却不认识它 它到自己的地方来 自己的人却不借待它 特别是那些自称为 那些曾经上帝 与他们的祖先立约的犹太人 他们是第一批 至终为止 至终将耶稣基督定在 十字架上的 耶稣基督拒绝者和反对者 那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耶稣来了 很多人反对他 拒绝他 不认识他 不信他 听不明白他所讲的道 为什么呢 十二节到十三节解释了这个问题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的人 所以在诸多反对他的人当中 在诸世人当中 在耶稣所接触的人当中 有一些人 却是接待他的 当然这个接待他 就不只是 理性上的了解 知道的问题 是人格上 关系上的 这样接纳他 接待他 紧接着约翰解释 这种接待 接纳 就是信他名的人 相信他的人 他就赐给他们全面 做神的儿女 成为神的儿女 十三节 解释了这种人 不是从血气神的 不是从情意神的 不是从人一生的 乃是从神生的 那么为什么耶稣来了 有很多人不信 很多人不接待他 很多人拒绝他 很多人听不懂他讲的话 但是却有人接待他 有人相信他 有人能够听懂 他的话呢 这就是涉及到了 我们所谈到的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带来的第二层面的意义 第一层 启示的意义 将真理带给我们 但是启示出来的真理呢 却绝大部分人 听不懂 不接受 这就是第二个问题 恩典的问题 耶稣基督来 不只带来真理 告诉我们 什么是事实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律法当中的精髓 什么是上帝在旧约当中 启示列祖的应许 不仅把真理带来 教导我们真理 他自己就是真理 而且他还带给我们 恩典 因为单教导 真理的话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没有人能够 接受这个真理 没有人能够 认识这个真理 没有人能够听明白 这个真理 没有人能够 进入真理 接待这个真理 所以需要恩典 耶稣基督不仅带给我们真理 耶稣基督更是带给我们恩典 这个恩典是不能接待他的人 能够接待他 这个恩典是能够不能信他的人信他 这个恩典是不能明白的 能够明白 所以这个恩典是超越血气 超越情欲 超越人意 乃是从上帝来的作为 约翰福音里面提到了 人的几个方面的属灵的光景 为什么有的人无法信耶稣 为什么有的人无法接待耶稣 为什么这些人 这个真光来了 他们却不接待他 这个造了世界 造了万有的主来到 这个属于他自己的地方 自己就 自己人倒不接待他呢 世界是借着他造的 世界却不认识他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 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 为什么这样呢 约翰福音里面 我简单提几个 约翰福音里面提到了 人的光景 多次多方提到了人的光景 首先第一点 说到了人是死人 所有亚当后裔天然人 是处在死亡的状态里面 约翰福音五章里面说 凡死了的人 死人听见神 神儿子声音就活过来了 这个死人当然不是指将来 耶稣基督在灵的时候 所有在坟墓当中的死人 死人听见神的声音就活过来了 神儿子的声音就活过来了 这个是指活着的死人 灵性上的死人 所以这也是说到了人的一个真实的光景 死人是若不是借着上帝的作为 他们是没有办法听见的 没有办法反应的 反应了人的无能 在属灵上的无能 在属灵上的绝望 以西杰书36章里面 像我们显示了那样的一个画面 在意象当中 上帝吩咐以西杰去 向旷野当中的枯骨发预言 枯骨里面一片死气 没有任何的生气 但是先知却奉命向枯骨发预言 去讲话 结果在先知在讲话的过程当中 神的灵就封 气息就进入到骨头当中 结果骨头就开始有了生命 长出肉 长出筋 包上皮 然后站起来 活过来 成为侍奉耶和华的军队 这是在旧约当中让我们看到 上帝重生的救恩的 这样的恩典 使死人复活 使没有生命气息 没有任何生命迹象的枯骨 活过来 有生命 可以行动 可以侍奉神的这样的光景 这就是上帝所有恩约的本质 是使死人对活过来 使无能认识上帝 无能侍奉上帝 没有任何生命气息的死人 得活过来的这样的恩典 这样的本质 所以世界是他造的 世界却不认识他 认识涉及到真理的层面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 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与他个人关系 信他 这是涉及到恩典的问题 不认识 拒绝 这是所有死人的必然的反应 不但如此 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八章里面 耶稣说到你们的父 你们是随着你们的父 你们的父就是魔鬼 魔鬼从起初就是说话 就是杀人的 所以言外之意是说到那些不信的犹太人 就是魔鬼之子 魔鬼之子不是因为他们天然的 本性上的出于魔鬼 因为人的本性是上帝所造的 是按照神的形象是被造的 但是亚当因着 驱从了魔鬼的计谋 顺从了魔鬼 结果沦为魔鬼之子 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隶 他们成为魔鬼的儿子 因为他们追随了魔鬼 所以从此人就沦为魔鬼的奴隶 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 所有那些顺从 你们原本是悖逆之子 死在罪恶和过犯当中 顺从空中掌权的首领 就是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礼 所有不信 不认识上帝 未尽恩典的那些天然人 他们的实际的情况和状态 就是处在魔鬼的控制 魔鬼的统治 活在魔鬼的引导 听从魔鬼的带领的 虽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主观的 意识到的 他们在侍奉偶像 偶像背后的邪礼 绝大部分的人都像天然人 甚至没有什么宗教信仰 活得好像也挺良善 但是本质里面实际的情况 都是追随着魔鬼的引诱 魔鬼给他们各样的私欲 魔鬼给他们各样的虚妄的想法 他们就追随着魔鬼的建议活着 他们意识不到魔鬼的存在 我们看到近两年来出现了一篇电影 那个叫做外星的那种生物 某种莫名的生物 那个叫毒 与他的宿主结合在一起 然后联合在一起 那个毒的能力就寄生在那个人身上 结果这个人就是半人半量的超然的那样的存在 那时尔他和这个毒是有人格上的交流的 这个宿主这个人是意识到那个毒的存在 和毒之间有挣扎有商量有配合 但是魔鬼的子女绝大部分的人是这种被魔鬼掌控 被魔鬼支配 被魔鬼引导 我们顺从祂的意志 顺从祂的意念 顺从祂的意识去生活 抵挡神 拒绝真理 绝大部分我们是意识不到了 我们以为我们自主的活着 实际上却活在魔鬼的掌控 追随魔鬼的文化 追随着魔鬼的建议和价值 拒绝圣灵 拒绝神的引导 追随魔鬼 所以启示录里面说了 将来那些魔鬼和他属他的人 追随他的人 将一同在永远的烈火里面承受刑罚 所以魔鬼的子女是不可能认识神 敬拜神 侍奉神 魔鬼的子女最典型的其中一个例子 就是加利人犹大 魔鬼进了加利人犹大的心 后来他也就做出了卖主的事情 所以弟兄姊妹 为什么人不能认识他呢 第二人是魔鬼之子 第三 约翰斐十章里面提到了 耶稣曾经医治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 然后犹太人就一直困惑这个问题 怎么能治好瞎子呢 那真的是瞎子吗 生来是瞎子吗 耶稣就说到了 其实借着医治瞎子的人 其实就是讲到了我们属灵瞎眼的问题 你们说你们能看见 所以你们的罪就更严重了 你们若看不见 你们就无罪了 如果你们以为你们 你们说你们不懂 OK你们就无罪了 你们认为你们懂 但是你们又不信 所以你们的罪就大了 实际上耶稣是讲到人这种属灵上的瞎眼 不是指犹太人 他们真的眼睛失明看不见 你们真看不见 因为你们无能 你们承认你们的无能 你们倒不被定罪了 但是你们说你们明白 看得见 实际上你们却看不见 所以责任在你们身上 你们的罪反而被定罪 所以实际上在这表面讲 肉体瞎眼被医治 耶稣实际上谈到我们属灵的光景 属灵的瞎眼 引申到那点 所以不只是犹太人 所有不接待他的 不认识他的 为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瞎眼 瞎字是强调认识方面 感知方面 看见的问题 瞎不只是认知的问题 因看不见而不知道 看不见不明白 虾眼是一种经验的问题 因着虾等等 经验不到那种光和美丽等等 世界是他所到的 世人却不认识他 因为蜀灵虾眼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 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 为什么 因为犹太人是蜀灵的虾眼 弥赛亚来了 上帝所应许他们列祖的 那位弥赛亚来了 他们看见了 听见了 却不认识他 不认为他是弥赛亚 所以他们不明白 他们蜀灵是瞎眼的 我们看到 约翰福音里面 简单我们提到的三方面 人是蜀灵的死人 魔鬼之子不自由 而且听魔鬼的谎言 心灵被蒙蔽 也是蜀灵的瞎眼 因此看了 听了耶稣的话 看了耶稣所行的神迹 他们仍然不明白 人为什么不接待他 不信他呢 因为人是死人 因为人是魔鬼之子 因为人是瞎子 而十二节里面提到 凡接待他 信他名的人 就是上帝赐给他们 全名做神的儿女 解释了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十三节 说到这些接待他 信他的人 就是这等人呢 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从血气来 不是出于天然人 不是出于自然的出生 所有亚当出生的后裔 亚当和亚当的所有的子女 都处在罪和死亡的咒诅当中 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愿 所以一出生就是罪人 一出生就是在蜀灵死亡的状态 就是瞎眼的状态 就是蜀灵无能的状态 所以凡从亚当 父母天然出生的人 自然人 是不可能认识的 这些接待的人 这些信的人 不是从天然人而来 马太福音十六章里面 耶稣问你们说我是谁 人说我是谁的时候 又问了你们说我是谁 别人怎么看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们这些追随我的人 你们认为我是谁 大家就众说分纭 你是什么先知里的一位 是施洗约翰的等等 然后西门彼得就回答说 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就称赞他 西门巴原拿 你说的是对的 你这样的告白 不是从血气来的 从血肉来的 乃是从我天上的父指示你 那这里面彼得的这种告白 这种认识 不是从天然而来的 不是从父母而生的这种天然的能力而来的 乃是从天上父 超自然的启示恩典而来的 如果上帝不赐给他恩典 如果上帝不赐给他这样认识 领悟的能力 他就不可能发出这样的认识和告白 所以凡从天然生的 血气而生的天然人 是不可能凭着自己天然的本性和能力 去认识他 去接待他的 第二 这种人也不是从情欲生的 也不是随着自己的这种欲望而生的 凭着自己的能力 因为我们也知道 人堕落之后 随着自己的情欲 像罗马书一章里面所说的 就放纵自己的情欲 明明知道神 却故意不认识神 去行各样污秽的事情 去道德上 去同性恋 然后宗教上去拜偶像 故意去逃避 这种情欲 败坏的情欲 这种欲望控制人的时候 人就没有办法获得自由 不但不亲近神 不就近光 反而是抵挡神 逃离神 远离神 这种人也不是从人一生的 不是凭着人的计划 人的聪明 人的力量 人的想法 人的矛盛 不是从前面说 不是血土 这里面不是凭着人的努力 因为人是不自由的 前面说到魔鬼 无论是从认知上 从本性上 从领悟的能力上 还是从能力上 既不能明白 也不符合天然人的这种堕落的本性 也没有能力 人是不可能有能力 去做上帝看为善和对的事情 所以既不领悟 也不符合他们的本性的追求 内在本性的倾向性 也不符合他们的能力 所以这种人 怎么能够相信 怎么能接待 这种人不是从天然人的本性 天然人的能力 天然人的聪明 天然人的力量 那是从上帝生的 来自上帝的 从上头生的 是出于上帝恩典的 若不重生 人就不认识他 所以在约翰福音三章里面 耶稣在和夜间来寻找他 探讨永生之道的 尼格蒂姆谈道的时候就说到 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见 认识上经验上 你也不能近 实际体验上的 见识看了也不可能明白 领悟 信实际的去经验和体验 所以如果不重生 虽然你是生来 就是犹太人 从小明白圣经 甚至至少是从字面上明白 遗文上明白 然后你又是犹太人的老师 难道不明白这个事情吗 人若不重生 不是从父母再生一遍 而是从上头生 从灵生 从神生 若不从圣灵生 从不 从神生 不从上头生 重生的话 人就不能见 也不能进神的国 不能明白 也不能经历 享受神的国 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里面 谈到葡萄树与枝子的时候 说到枝子离开树 是不能做什么的 枝子唯有持续 与葡萄树联合 它才能得到枝水的供应 它才能够 起按时候结果子 所以离开了我 你们就做不了什么 离开了基督 离开了上帝自己的作为 没有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认识 所以基督不仅带给我们真理 告诉我们神 将我们启示给我们看 但是即便当时看到 耶稣的所说的 听到耶稣所教导的 明白的人却少 即便看见耶稣所做的神迹 事迹附在他里面做的神迹 明白的人也少 为什么这样呢 除非神的恩典临到 那些蒙上帝恩待的选民 他们才能够明白 听得明白 你们不懂我的话 听不懂我的声音 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凡听见神儿子的声音都活了 能够听见是上帝恩典 上帝拣选 上帝选民 上帝祝福 施恩给他们的一个证明 为什么同样一个教会里面 同样加入教会 一个人却成长很快 同样听一个牧者的讲道 明白的 感恩的 喜乐的 顺服的 成长 从一个普通的肢体成长 在教会里面成为帮助别人的 蒙祝福的这样的一个肢体呢 生命也成长 各个方面都成长得很快 一个人却继续昏昏噩噩的 稀里糊涂的过了十年二十年 仍然没有什么进步 好像被定格在历史的某个时刻 被封存了一样的 上帝随自己的意思 识认给这个人 不识认给那个人 当然从神的主权这个角度上 从人的角度 我们也不能随意说 你看上帝没识认我 所以我不长进 这样推卸责任是不可以的 我们不长进 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问题 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最终也一样 五音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传播 很多人仍然拒绝 很多人仍然不明白 即便是教会里面有很多生命的见证 神迹的见证 既然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样大的神迹 既然在历史当中 福音在教会当中 在这个世界当中产生了很多 上帝自己显出的 他真实的凭据 但是仍然很多顽固相信 因为不管是教导真理 不管是将父显明出来 还需要上帝赐下恩典 上帝的恩典 使我们能够明白 使我们能看了能够懂 听了能够明白 所以基督来不仅带来真理 也带来恩典 基督不仅给我们做成福音 让使徒们教会去传扬这个福音 让人听 基督也应许圣灵 与传福音的教宗同在 圣灵使人显出神迹 证明福音的真实性 圣灵也开启那些选民的心窍 使他们不是凭着自己的血气 不是凭着自己的情欲 不是凭着自己的人意 不是借着他天然人的能力和力量 聪明和智慧 而是借着圣灵的光照 圣灵的崇祥和开启 能够听懂所传的福音 能够有力量回应所传的福音 能够有进入 听见 看见 明白 进入到神的国 所以基督来了 不仅带给我们真理 基督也带给我们恩典 所以这就是 道成肉身的第二重意义 是恩典性的意义 使原本不能明白的 得以明白 不能行出所明白的真理的 可以行出 死人得以活过来 瞎子得以看见 魔鬼的儿女得以自由 成为神的儿女 这个是需要恩典 我们今天过信仰生活当中也一样 我们从一个死人 一个瞎子 一个被挟制不自由的人 成为神的儿女 这是完全出于神的恩典 虽然我们可能是后厌行的 后知后觉 可能刚信的时候 就觉得我就那么信了 我们也没有意识到 我们原本的本性什么样 为什么能够做出违背自己那种魔鬼的儿女 瞎子 这种死人的这种本性的这种行为 能够信耶稣呢 我们不知道 但是后来学真理 我们才知道 我们曾经的信 原来不是 好像是我信 但是这个背后都是 已经蒙了恩典 才得以做出我们不可能靠着自己天然人认识 决定做的事情 所以知道这是神的恩典 那信仰生活也一样 持续的过程当中 我们不仅需要学习真理 还需要恩典 所以我们听了道以后 为什么要祷告 听了 这个过程当然也伴随着神的恩典 让我们能够听明白 能够我们心灵受感动 我们去祷告回应 主啊我愿意遵行 求主给我力量 圣灵让你帮助我 让我能够照着我所明白的真理去行 这个是需要恩典 圣灵的帮助 所以信徒靠着恩典入门 也靠着恩典前行 靠着圣灵入门 靠着圣灵从不信到信 同样也靠着圣灵 持续的去活出 我们借着圣灵所明白领悟的真理 上帝在耶利米书33章里面 31章里面提到了这个新约的时候也是 赐下圣灵使我们能够遵行我的律力 使你们能够遵守我的律力典章 上帝应许圣灵就是给我们 不只是给我们新生命 给我们新的领悟能力 而且也让我们能够实际的 有能力去遵行我们所听到明白的话 不仅使我们能够有能力 有能力是有可能性 而且实际的去遵行神的话 所以信仰的开始 信仰的全过程都需要神的恩典 上帝亲自教导我们真理 上帝亲自施恩给我们 使我们能够靠着圣灵活出我们所信的真理 因此我们要像耶稣所说的 离开我 我们就做不了什么 时时刻刻要祷告 祷告的原因就是 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 愿你的国 愿你的名被遵从 这种求的原因是因为 上帝既然教导我们 让我们明白了 神的国 神的名 神的义 神的旨意 神的统治 但是我们却凭着自己无法做到 所以主啊给我 你教导的是我应该做的本分 是我应该做的 但是我却无能 主啊是给我你所命令 所教导的 使我能够 这就是祷告的精髓 祷告使我们的恩典临到我们 使我们能够照着我们所明白的 主所吩咐的去行 所以什么时候停了祷告 什么就什么时候 我们的原形毕露 我们就无法活出 上帝所教导我们 我们已经明白领悟的真理 所以认识真理 不但要认识真理 借着基督认识真理 还要借着基督 活出真理 不仅有真理 而且有恩典 丰丰满满的恩典 所以耶稣基督说是恩上加恩 靠着恩入门 靠着恩经历死而复活 靠着恩经历 瞎眼睛得也看见 靠着恩经历 从魔鬼的儿女成为神的儿女 这是神迹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恩典做成了 也继续施恩 这个恩典不只是让我们进天国 名字户口本户籍发生转变 恩上加恩 入了门也靠着恩典前行 站立的住靠着恩典成长得更丰盛的生命 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让我明白 耶稣基督来道成肉身很重要 他来不仅给我们带来真理的可能性 而且让我们也真的认识真理 因为借着恩典我们得以认识真理 不仅认识真理 靠着这个恩典我们可以活出真理 不只是可能 而且实际的能够活 所以他给我们一种光照 责备光照让我明白 责备是责备我们的不顺从 吸引我们 是我们愿意照着神的话语去行 只是问题是我们常常没有亲近他 以至远离他 渐渐的我们被私欲和爱世界的心 结果蒙蔽了我们 压制了那种上帝赐给我们的那种 可慕神的心 以至于我们渐渐的远离神 所以我们要时刻求主怜悯 光照时刻悔改 靠着圣灵的帮助 而转离那种不蒙深喜悦的光景 从内心当中归向神 与他有一个紧密的联合 像葡萄枝子 常常联络在葡萄树上一样 不断地得到他的肥干的供应 有力量 做出我们凭着自己天然人 无法做到的那样的爱神 时常顺服神 保持高度警醒的生活 活出一种荣耀神 活出一种与蒙昭的恩相称的生活 这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第二层意义 我们需要这样的恩典 不仅真理 带给我们真理 也带给我们这样的恩典 这个恩典是在知性上 在心性上 在能力上 在实际上都可以让我们实际的去明白 进入真理的恩典 使死人复活 使瞎子看见 使魔鬼的儿女成为 神的儿女得以自由的 侍奉神的这样的恩典 然而这个恩典是具体如何做成的呢 我们明天后天我们继续讲到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后 实际的为我们做成了救赎的工作 道成肉身之后 基督来了 他这个恩典是如何做成的呢 我们继续来讲 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这个时间一起来祷告